好來看台灣人到底有多喜歡買房子 可以看到這個數據上面統計了 期間幾年購置入宅 貸款的餘額 第二季跟第三季雙雙突破了10兆元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在這10年之間 2013年到2023年居然就增加了72% 10年間國人房貸金額就增加了4兆元 所以顯示了很多人把資產都放在不動產上面 當中房貸金額我們幫你列出來了 這個排名第一名是哪裡呢 第一名就是新北市了 這個房貸的餘額大概是有2.4兆左右 接下來是台北 台中 桃園 繼續往下排 不過你看到這個成長最多的地方就是新竹縣了 新竹縣這10年成長了 大概是來到了1.27倍左右 那台北市大概是增加了1.9兆 這反映的是雙北生活圈的趨勢 其實是蠻明顯的 不過我們繼續還要來看的是在高利環境之下 這個優惠房貸其實也蠻搶手的 新清安房貸在8月上路到現在已經4個月 第二個月就撥款金額超越前7個月的總額 不過我立委就在擔心了 這個新清安房貸真的有幫助到年輕人嗎 主要是因為18歲以上都適用 會不會有一些中年買房的人濫用呢 財政部現在出來強調他們統計的數據 新清安房貸40歲以上的申購者佔比就只有25%左右 所以40歲以下的高達了75% 他們認為說這個很多手購族應該是真的會積極的 來申請這個新清安房貸了 來申請這個新清安房貸了 來申請這個新清安房貸了